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蔡英文之间的对话 引起了政坛很大的一阵骚扰 那当然就在1月7号 有一位新的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 宣布要参选 那么这一位参选人呢 他就是张亚中教授 那么张亚中教授事实上在2016年的时候 曾经到休斯顿来演讲 当时也吸引了非常多我们侨胞的聆听 那么他的很多的一些见解 也获得我们侨界很多的侨胞们的热烈讨论 那么当然他今天来开始 他宣布参选 确实在台湾政坛又注入了一股活水 也可以说丢下了一颗震撼弹 对于我们侨胞来说 也许很多人认识张亚中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如果我说 在2016年洪秀柱参选总统的时候 提出的一中同表的主张 背后的主要的超刀人 就是我们张亚中教授 那么有趣的是 当年为洪秀柱主要的一位超刀人 即将要挑战 后来将洪秀柱换掉换柱的朱立伦 那么我们可以想见 国民党的这场总统初选 精彩可期 那我们今天非常的荣幸 能够跟在台北的张亚中教授 视讯连线 那我们现在就来跟张亚中教授联络 张教授您好 张教授您好 各位美国的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是 那您说这个 我看到您前两天的这个参选 主要的一个主题 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 重新启动中华民国 Reset ROC 那一般我们在讲说 这个一个电脑要Reset的话 基本上可能它是处于一个 当机的状态 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谈 你如何让现在目前处于一个 当机状态的中华民国 能够重新的启动 那我想首先您的政见 开宗民意第一条就是要将 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从总统制改变为内阁制 那说实在的 这个内阁制这个话题在台湾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从当年台湾在推动总统直选的时候 就有很多不管是政界也好或学界也好 都有反对的声音 那么这么多年来也有很多的政治人物 包括学者们提出了所谓内阁制的想法 包括马英九 包括蔡英文都曾经提出要推动内阁制 不过这都是在他们在野的时候 一旦他们当选上了总统 就像当选上了皇帝以后 就不愿意将权力下犯 那我们看到最近年初的 刚刚过去的这一场 这个行政院的内阁改组 可以说是荒腔走板的情况之下 去年年底选举输得越多的人 现在反而做得越大 那基本上就是跟所谓的民主政治里头的责任内阁 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您今天开宗民意的第一条政见 说出要将中华民国宪政体制 要改为这个内阁制 您真正的构想是怎么样 您先跟我们侨胞说明一下 谢谢 我想您刚刚谈得非常好 台湾的中华民国现在是当机了 当机要给它重新启动 我们知道当机的话 就是里面的城市已经跑不下去了 我想您大概很清楚 当时为什么要推动这种所谓的总统制选 总统制选毫无疑问的没有问题 可是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李登辉先生 毫无疑问你从后面来看的时候 其实他走他的所谓的这种制度 他是背后有他的一些政治的一些盘算 好 真正如果走总统制 你完完全全是一个责任制 那也没什么问题 可是大家看到这几年下来 第一个所谓的总统是有权 但是是没有责的 就好比说你看我们从2000年开始 到现在为止已经换了大概14个行政院长 那更不要提说部会的首长换的有多么的频繁 换人没有问题 内阁制也会换人 但是关键在于说真正应该负责任还在上面 就你刚刚讲的很有趣啊 这一次我们都认为说2016年其实是一个 2018年的选举是蔡英文的棋中考 那毫无疑问他在棋中考被荡掉了 可是荡掉以后呢 他个人是完全没有问题 只换一个所谓的行政院长 而这个行政院长你刚刚讲的好啊 他输的越多的 他输了30万票他当行政院长 输了15万票 而且把高雄这么重要的 就民党的根据力实施掉以后 他可以干副院长 那台中输了10万票 他就可以干交通部长 所以整个输的越多干的关越大 这代表什么 这整个是有权无责的 任何一个制度 不管你是总统制 还是内阁制 你必须要做到有权就是有责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这个要求台湾经过这几次修宪 完全完全被打破掉 像我的看法就是说 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制度 你都做不好 就像我们一个人 这个股价 如果你的骨骼涨得错位了 那你这个身体要健康的可能性 就非常非常的低了 所以我会认为说 其实站在国家长久来看的话 我们第一个要改变的 现在是所谓的权责不分的 第二个呢 其实我们从台湾未来的发展来看 其实内阁制 它可以解决一个社会分歧的问题 总统制最大的一个优点 也是它最大一个缺点 就是所有社会的分歧 在投票那一天就完全结束了 然后台湾的选举也是赢者通吃 可是你知道台湾的社会有统固的问题 有身份认同的问题 包括现在有同婚的反同婚的问题 包括有核能反核能的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都是需要议会 大家去好好讨论 但是我们目前的选举制度 和目前这个制度的设计 它是让所有的纷争 它没有办法进行对话的 所以你会发现说 现在台湾的社会就是说 好像一直在等四年 选一次选完以后 然后大家就开始失望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在这边讨论学术了 不是在比较说内阁制跟总统制 到底列在哪边 那当然毫无疑问的 对我们来讲 也和一个关心台湾发展来讲 到目前来讲 其实台湾如果走向一个内阁制 它所解决台湾社会的分歧 特别在面对两岸问题的时候 它其实有更大的一些空间 更多有讨论的一个机会 而不是由总统一个人就把台湾 往一个深渊带或往哪边去带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站在两岸间特殊情况下 以及台湾社会的分歧情况下 我个人也是长时间主导说 其实走向内阁制 对台湾是比较好的 是我们看到刚刚总辞的 刚刚辞去行政院长职位的赖清德 他在临去秋波也提到了内阁制 那么有些人就认为说 或许民进党在这一次 要借由内阁制的这样一个主张 来掩盖住他蔡英文的 一个失败的一个情况 所以您认为说民进党方面 会不会真心的在这一次的选举的 过程当中将内阁制提升到 一个总统大选的一个主轴的 一个选举的主题 在台湾好的角度来讲 我当然希望了 就是真正为台湾的长子久半来思考 我希望说民进党 他也能够接受一个类置 可是这个婚礼主持人 你刚刚一开始提的 台湾每个人在野的时候 好像都主张内阁制 可是当他拥有权力以后 权力像一个春药来讲 他一吸了以后 他就没办法再放弃掉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政治人物 跟一个所谓的政客之间 他其实会有很大的差别 那我今天在这个节目 真的我很坦率跟你讲 追求内阁制 这是我长时间的一个政治信仰 更重要的是 我可以在这边跟您报告 假如有一天明年 我真的很幸运的当选了中华民国的总统 我相信我在任命行政院长的时候 虽然现在的法律规定 只要总统同意就可以任命 但是我呢 我会帮我的任命的名单 交给议会的各党团 大家来坐下来协商一下 能够得到他们同意以后呢 我才会提出行政院长任命这个人选 所以换言之 我希望说即使在还没有修宪以前 我就必须用我的所谓的总统的这个权力 来实际来落实这个内阁制 就是说不管宪政体制修不修改 就直接先用行动来落实内阁制的精神 对 我必须要尊重 因为你必须尊重行政院长 这个国会通过以后 他将来才是真正负有责任 所以我今天在这边跟您做承诺 假如我有机会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我第一件事情 一方面我要准备去修宪 我要去说服国民党跟民营党 另外一方面 我就用实际的行动 先向老百姓搞缺 我自我的消除我自己的权力 我要任命一个 经过国会通过的人 我才任命他当行政院长 我想这就是一个责任的问题 第二个我所提出 将来应该修改选举制度 把我们现在的选举制度 采取德国式的 必须把现在的立委 现在的立法委员变成200席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可以从立法委员 都不分区的拔着更多人去当 这个所谓的这个部会首长 就像您刚刚谈到 假如说民进党 真正想走内阁制 他现在的格员 就可以从现在民进党的 不分区立委里面 把他找出来 请他来担任格魁 因为他比较有立法委员的经验 可是你看这次民进党的内阁改组 对不对 都是换汤不换药 只换了一个赖清德 换成苏贞昌 底下全部几乎都没有换 要不然就是回锅的 要不然是留任的 要不然是败选 他完全没有所谓内阁 总是这个精神 所以我的看法是说 蔡英文他现在 大概不会去想 他要不要走内阁制 他想的就是说 他的权力是不是 还是不够更稳固 所以他要找个 完全能够帮他打仗的 完全能够巩固他的权力的 完全能够支持他 选2020年的人 这就是一个政客 跟一个政治人物 对他的差别所在 所以我个人呢 我是乐观于看到民进党 把内阁制作为他的政线 但是我认为大概是非常难 而国民党内部呢 大概也不会有人去提这个东西 因为大家想这个总统 都已经想了二三十年了 他们大概也不可能会放弃掉 所以我代表一个新兴的 一个代表台湾有朝气的 中华民国要重新启动的 我今天做这个事情 不是因为我今天要参选总统 我才来主张 而是你从我的历年的著作 我这几年参与的社会运动 包括2005年 我主张反对那种走向总统独大的 反对消灭小党那种修宪 我可是当时筹了1500万 推了150个出来参选 这都是我在实际的行动上 我曾经为台湾的宪政制度 我做过努力的地方 我想这才是我向选民 或向各位美国朋友 可以报告的 我是可以被信赖的 我想张教授过去长期的 这个社会运动 其实大家都非常了解 那么其实在这么多年来 我看到了一些所谓的总统参选人 很少有像您这样子 还没有在参选的当下 就提出了100多条的证件 这在所有的参选人底下 都是很少见的 因为大部分参选人一出来 都是先喊口号 后面才慢慢有所谓的白皮书之类 慢慢慢慢酝酿出来 那我想当然要选一位总统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两岸关系 我们看到年初的习五点 跟蔡英文的四个必须 简单的来说 习近平方面 在触统方面 很明显的是加大了触统的力道 那在蔡英文方面 他就任快三年 但是过去两年 一句话从来不坑 但是大家都心里了解说 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九二共识的 但是他在这一次的元旦 他说出来了这句话 他表明了他反对九二共识 也就是说在两岸之间 对于这个九二共识之间 在习近平的加大这个触统的力道 以及蔡英文明白的表示反对之下 那国民党在这个地方 似乎就非常的尴尬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您过去主张的统合论也好 或者是宏秀柱时期的一中统表也好 那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蔡英文跟习近平之间 民进党跟共产党之间的这样对抗当中 国民党处在一个更尴尬的地位 而他长期以来认为的九二共识 就是一中各表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 也几乎是到了破功的地步 您怎么样子解读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您刚刚谈的是完全到位 讲的是非常清楚 就是国民党他其实现在一种困境 因为他不知道 因为原来就是个表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去跟北京共同去找 一个两岸怎么去结束 敌对状态这么一个问题 那他采取的就是一种逃避的一个概念 我想你知道九二共识 它是1992年所达成两岸之间的相互之间的一个了解 1992年是个什么情况下 是在两岸已经分割了大概40多年的情况下 两岸开始要进行一种事务性互动的情况 所以九二共识是打开两岸政治对抗的僵局 但是它的目标是解决两岸事务性的互动 所以在九二共识有几个大的原则 第一个是双方面海鸡海鞋来往的文书里面 确定了两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是彼此都同意的 包括哪两件事情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第二个谋求国家统一 这两件事情在冷战的刚刚快结束的时候 两岸就说冷战结束以后 两岸两会直接达到共识 但是有一点基本上大家并没有共识 就是说台北方面认为说 这个一中的内涵 我们是各自表述就好 北京并没有同意 北京说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事务性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对一中是不需要去表述 所以换句话说北京也没有接受一中各表 北京认为说现在是事务性的问题 大家一中就不要去表述了 只要有一中就可以 好 你也知道到目前为止 其实到2008年马亦有上来以前 其实两岸都还不要谈任何的政治问题 只有事务性的问题 所以说九二共识 这个国民党把它解释成为一中各表 北京也没有口头的表示反对 因为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经过阿扁 陈水扁八年的执政 两岸关系很僵了 北京也急于在2008年 打开两岸之间的僵局 第二个其实两岸需要事务性的互动 只要你讲一中就可以了 可是请大家美国的朋友了解 1992年国民党讲一中各表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中大概占50% 各表也占50% 可是到今天随着时间 2008年到2016到2018到现在为止 国民党这个高层在讲一中各表的时候 一中大概只占了5%了 各表占了95%了 所以同样这个一中各表的字 其实我们中文讲的文字 它其实只是个名项而已 但是每个人讲这个名字的背后 它重点在哪边 其实大家都知道 所以换句话是国民党 它现在第一个 它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呢 今天习近平已经提出了 等于说统一后的政治方案 在这一次这个告台湾同胞书 40周年里面 讲了40周年是统一 那个数字是非常高的 这个你刚刚谈到 以前呢北京所谓的反独跟触统 那毫无疑问的在这一次的台湾里面 那初五统的比例那大概是90% 反独的大概只有10% 那面对一个北京已经摆明了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的情况下 那国民党现在面临一个困境 因为民进党的目标其实非常清楚 民进党大概蔡英文从2016年上来以后 他就摆明的是不接受九二共识 而且什么快步跑文化台独 就是他用掏空两岸的概念 让两岸之间的根被掏空掉 所以他的目标其实很非常清楚 就是要靠走台独 可是国民党这边呢 又想跟大陆互动 又不敢谈这个两岸 怎么解决敌对状态 就希望呢只谈经济不谈政治 所以你看到很多国民党 都在选举也讲了 我们只要谈经济就好了 政治是零分 经济要100分 可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嘛 政治经济本来就不可能 崩的东西了嘛 今天而且基本上 现在已经走那个阶段 习近平为什么会 这次讲这些话 第一个他认为民进党 已经没什么好期望 我跟你民进党讲来听 也已经没什么好对话 北京的统一的这个步伐 已经往前再开了 那国民党在这个情况下 还在讲各表各表维持现状 那你这个维持现状 维持什么现状 北京现在的情况 跟20年前已经不一样了 两岸现在的现状 还是一个敌对状态的现状 请问一下国民党 能维持这种敌对现状吗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国民党是在 所有几个政党中间 它最没有一个论述的 它一个概念 我认为就是一个混 就是一个混 能闪就闪 能躲就躲 它是一个闭的一个概念 它是一个拖的概念 它用拖的概念 就是那个温水中的青蛙 来讲只要两岸有点交流 我就感觉很舒服了 那什么事情未来 往前看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认为说 国民党的北京的目标 其实你很清楚 就是我要往统一的道路上 快速的前进 而民进党说 对不起 我的目标也很清楚 我坚决不接受 北京的所有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都不接受了 何况你讲的和平统一样 然后我要抱美国大腿 跟美国要搞这种好的关系 希望美国保护 国民党面对这个问题上 它傻眼了 它根本就没有完整的论述 所以你要知道一个政党 如果它没有理念 没有灵魂 我请问一下 它是不是就手足无措吧 所以你可以注定到 你今天有国民党几个太阳 你们在选 选来选去 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 九二共识 你讲给谁听啊 你讲给自己的老百姓 讲久了 人家老百姓不相信 以前呢 北京没有出台以前 你可以说 哎呀一中各表可以混 现在习近平已经把牌打出来了 我可以告诉你 和平统一一国了制 那看国民党怎么接 所以国民党现在 是最单大的一个情况下 所以我会认为说 做一个负责任的政党 你必须要提出一个 前瞻性的 有理念性的 能够得到两岸权底中国人 大家认同这个方案 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 还不要说你要选总统 你做一个负责任的政党 你当然应该有两岸的论述 你那两岸论述 怎么可能是各表 怎么可能是维持现状 怎么可能是不同不都不武呢 这是荒天下之大吉嘛 一个海上的 问那个船长 你往哪航行 他说我不东不西 不南不北 请问一下有这种船长吗 你问他往哪走 他说我就维持现状 我就按那边不动 请问一下有这种船长吗 不可能的事情吧 所以我会认为说 国民党他的 他这种是漏相 漏相会造成他的败相 其实会非常的清楚 就我的理解 我想就像张教授 您刚才提到的一中各表 其实九二共识当初的时候 他就像您讲的 一开始的基础就是在一个中国之上 只不过是一个中国心照不宣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大家可以来进行一些所谓的事务性的交流 但是这个心照不宣 却被国民党为了要在 在国内的这个选举上头也好 或者是社会氛围上头的一种妥协 于是他强调了各表 而这个各表不断的强调之下 实际上一直不断的在遭受民进党的嘲笑 我相信这也是国民党今天在这个两岸关系上的一个尴尬的处境 我相信相当程度上是他们自己所带来的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您在20152016年的时候 曾经替洪秀柱参选总统的时候 提出了一中统表的主张 但是这个一中统表的主张 到后来却被民进党或者是国民党部分的人士 认为是这个集统 所以到反而成为后来换柱的主要理由 那我现在问你就是说 您是否仍然主张一中统表 那么如果您仍然主张一中统表 凭什么你会认为两年前两三年前的民意跟社会氛围 是反对这样子的一个表述 而在2020的选举的时候 民众会去认同这样子的一个一中统表的表述 您怎么样子做一个解释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问得很好 就是大家可以激起我们一些回忆 在2016年的时候 2015年的时候洪秀柱被迫被换掉了 其实大家知道 如果你了解台湾的政治国民党生态来讲 其实换柱 其实一直是国民党要做的事情 只是把这个一中统表当成是一个借口 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国民党上方下方 根本就不想去听你的一中统表的内容是什么 而就帮你先扣个红报纸 就好比说现在的吴主席就说了 这个抢一中统表了就是跟北京的一个鼻孔出气 像张庙说这种主张一中统表了就是不是爱国的学者 你看这种东西你也知道其实是非常情绪 那一中统表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我们两岸基本上如果要来解决我们的政治难题 对于这一中的内涵是不是我们要共同来表述它 共同来表述它 各位知道一中统表它本身第一个解释就说 它是一个形容词就说 我们把一中我们是因为共同表述 至于怎么表述 是不是两岸坐下来谈嘛 谈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因为今天两岸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到现在为止还是敌对状态 还没有达到和平的状态 如果说将来两岸要签一个和平的协议 我请问一下你要签和平协议的时候 是不是要共同对这个和平协议的版本 是不是要共同共识啊 是不是要共同表述啊 今天一个中国到底是什么 大陆说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相信台湾不会接受 你说中华民国说一中 中华民国北京也不会接受 那就僵下去了嘛 所以我的看法是第一个一中统表 我们坐下来讨论一下一中的内涵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就是说 那好张教授那你的一中的概念是什么呢 我说我一中概念 我已经写了二十几本书了 一中我说我们用整个中国 一个完整中国来表示 因为这个文字有它的陷阱 你讲一那就是说二 谁是这个一 其实我们讲的是整个中国 两岸都是整个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整个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民国政府也是整个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说两岸的人民跟政府 共同来分享整个中国的主权 跟领土的完整嘛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说我的一中统表 第一个概念就是说 我们是不可以分辨的 我们在主权上不可以分辨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然后我们这一家人 我们是兄弟的关系 兄弟关系是什么 然后我们在治权的方面 比如说我们现在先合并协议了 或者我们两个还是往政治谈判了 或者达到政治谈判的结果 那毕竟我们两个是兄弟关系 对不对 我们两个也许在权力方面 有一点不对称 大陆比较大 我们比较小 但是我们在位阶上面 大家是一样的 然后大家互相尊重对方的治权 就在台湾呢 我们又尊重我们的管理权 我也尊重大陆的管理权 就像习总书记讲得非常好啊 我们两个的互动不可以说 因为我们的制度不同 我们就找理由的 制度不同没有关系嘛 你有你的制度 我有我的制度 但是在于整个中华人的利益方面 就南海的问题 钓鱼岛的问题 我们是要共同维护这个利益啊 对 这个跟你没有关系嘛 所以换句话说 对于整个中国的主权的领土完成 大家都有共同的责任 可是对对方的内政的事情 大家都有完整的管辖权 大家都不要去 就要他们说 你是哥哥 我是弟弟 那我管我太太小孩子 这个哥哥呢 稍微尊重一下吧 对不对 那同样道理 哥哥的家务是 我弟弟也尊重一下 但是当哥哥弟弟有了问题的时候 我们绝对了拔刀相助 面对外人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合作 共同比较外务 这是我们的基本的条件 所以说你要问我的义中同表 就是说 我们共同来表述 这个义中的内涵性 包括从政治权来讲 我们到底主权是一个什么关系 我们到底治权是一个什么关系 我们的管理权是什么关系 所以这些问题都清楚以后 我会觉得说 其实台湾老百姓 说在台湾受教育的程度 在整个华人社会里面 算是非常高的 关键在于说 假如我有触碰他麦克风 我想主持人你也知道 你如果听的都是个道理 那换句话 台湾老百姓怎么会认为没有到底的 也许鸿雄那时候 在整个换句的情况下 大家不断的给他扣帽 他或许在到有些关键问题上 可能没有把他讲得很清楚 或者一两个小小的语物 就不断的做文章 但是我今天做一个 长时间研究两岸关系的 我在台大还是交两岸关系的 我相信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 就像你给我足够的 这个电视媒体的讨问 我足够的面对媒体 包括将来总统大选的时候 会跟无多利益跟朱立倫 要有辩论的嘛 跟王岐平会有辩论的嘛 当这个辩论一展开的时候 那就没问题了 就像当时我就建议 洪秀署主席说 你就要求朱立倫给你来辩论 造成一宗投表 一宗各表 能够确保台湾的利益 可是那时候党的压力 这样子辩论会造成党的分裂 这是国民党最坏的喜欢 又在霍西敏 霍西敏了 还来不及辩论 还来不及辩论就被换掉了 被换掉了 所以说其实他们是要 后岸为优先 所以张教授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所以您所提到的一宗投表 实际上就是两岸 共同的来定义 什么叫做中国 完全正确 是 而您刚才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用整个中国的概念 来取代一个中国 那么这样子的话 让大家就是说两岸 能够做下来来定义这个中国 能够定义好了以后 再来做后续的一些其他的动作 是不是可以做这样子的理解 是 因为我觉得 基本上两岸必须要给它做下来 今天不要怕嘛 就好比习总书记也讲了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我也相信说 像我们即使在美国 我在台湾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彼此之间 有那种历史文化所沉溜下来的 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感 我们整过5000年 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我们都是中国人的一部分 我常常讲说21世纪的今天中国人 我们在解决我们难题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智慧 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今天做一个参选 我就要提出我的方案 所以换句话说 我也跟北京讲 你当然可以谈和平统一国两制 这个一国两制是统一后的政治安排 我就说请教一下北京 那到底和平统一重要 还是一国两制重要 那我想你也知道 当然和平统一重要 因为一国两制是在1997年 1999年被迫 应该是被迫 时间到了 你不收回都不行 对不对 但是你收回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那个时候就采取所谓的一国两制 那假如说两岸之间 今天已经有这么高的互动 我们其实应该为和平统一前 我一讲和平统一前 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 至于和平统一后 到底什么制度 我们再来谈 但是不要以文害义 就是说你现在只把重点 一直在谈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的话 那正好掉进了你脑陷阱里面 你看看我就是不要接受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就是要帮我吃下去 然后他就不跟你喊 一般老百姓想的问题 也不是这么的深入 所以我是希望说 北京在表述方面 你当然可以主张说 和平统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是你认为 统一后的最好制度 但是我要倒过来问 是不是有可能比一国两制 还有更好的统一后的制度 为什么就不采用呢 是不是 因为你的和平统一 是比较重要的 那我们现在讨论说 和平统一前 我们两岸应该怎么样互动 那和平统一前 一定要两件事情要做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结束两岸的敌对状态 对 这是一件做的 就先从敌 然后到和 和平的和 那第二个阶段 从和到人一口那个和 在和 融和的和 统和的和 整和的和 大陆讲的一体化那个和 然后再从和 自然而然水到渠深 就走向了一了嘛 好 那个一 以后再怎么样 那是统一后的东西 所以说基本上 我们是一二三四五点的话 第一个是敌 第二个是和 第三个是和 第四个是一 第五个才是所谓的一国两制 那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 第二点跟第三点 是不是比较更重要一点 所以我在参选总统的时候 我会非常明确 我想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提出我告诉你说 我们如何结束两岸敌对状态 我们如何和平发展 我们如何往未来的大陆西班的 和平统一创造一个 两岸人民最好的一个条件 让大家欢欢乐乐 快快乐乐的共议统一嘛 至于统一后的一国两制 大陆没有你的主张 现在还不是谈的时候嘛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逻辑思考 是不是更能够让大家去理解 如果说一把这一块扔掉的话 其实往往一直把后面拿出来谈的话 台湾老百姓这个反抗的情绪 就会非常的高 那反而坏了我们的大事情 这是我的想想法 没错 不过习总书记在 这个1月2号告台湾同胞书 40周年的讲话当中 有一点他特别提到的 所谓的两制的台湾方案 而且是由台湾各党各派各界 共同来做民主协商 那当然这个是共产党的传统的一个特色 那您怎么回应 您怎么解读 就是说台湾方案 两制的台湾方案 你会解读成是 北京方面对台湾加紧的威胁力呢 还是说实际上它是有释放出善意 如果两制有台湾方案的话 您会认为怎么样子的方案是台湾最好的方案 我觉得一国两制的这个东西 我们来讨论的 第一个讨论是 我先回答您好了 就是说 基本上当然是个好事情 因为我认为说 大家愿意来提一国两制的方案 一国两制的方案 我觉得没有问题 可以给你讨论 那像我的话 第二个概念说 一国是什么 我说一国 如果你说你今天把一国设定 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两制呢 这两制之间就会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储存关系了 这样子的讨论呢 对台湾老百姓来讲 它的困难会非常的高 所以我会认为说 谈两制以前先谈一国 一国应该是整个中国 那整个中国现在不就是两制吗 如果我们把一国定义成整个中国的话 那现在不就是两制吗 那我们要思考说 在整个中国下的两制之间 怎么样去创造 走向未来更美好的 你说大陆讲和平统一也好 台湾讲和平发展也好 所以我会认为说 当我们讲 如果说今天是 整个中国下面的两个制度 所以倒过来讲 今天过了几十年以后 我们如果再重新回到了 邓小平的思想 我相信邓小平今天 一定会告诉你说 和平统一重要 一国两制只是一个 当时一个政治安排 那如果说今天 已经是整个中国下面两个制度 所以说大陆现在要思考的时候 如何从一国两制走向和平统 而不是统一以后 一国两制 这个概念不一样 所以假如我们是从一国两制 走向和平统一 那这一国 最后还要谈 这一国是整个中国 我们通过合理协议 我们来把这个整个中国 给它确定下来 整个中国是不可以分别的 主权领土是完整的 完整的中国 但是这两个制度 它是平等的 现在台湾还有它自己的宪法 大陆也有它最高的宪法 所以我们彼此要尊重大家的治权 在这样子这样子一国两制之下 这是不是一个整个中国下面 两个制度 这两个制度之下 我们通过一个我刚刚讲 我想你也了解 我常常主张的统合 或者大陆讲的一起话 然后慢慢再走向 所谓的统一 这个和平统一 可能是一国一制 所以可能是一国两制 所以换句话说 今天香港澳门的 统一的方法是说 我先和平统一 然后给你一国两制 可是台湾的走法 可能是从一中三线 走向一中一线 就它每个的统一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相信大陆的 包括您的观众可以了解 今天上要问北京的问题说 你到底是为了坚持一国两制 还是坚持和平统一 如果你是为了坚持和平统一 那我们和平统一 什么方案都可以谈 那我相信习总书记 谈的就是这个意思 说两制可以谈 那我跟你谈 我不知道跟你谈两制 我还希望跟你来讨论一下 整个中国 还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中国 这个东西如果能够过关的话 如果北京 因为我看大陆很多的文件 包括习总习记 你看他在这个 告台湾同胞书里面 他从来没有讲一句话说 一个中国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也没有讲这句话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要跟北京 不只要讨论两制的关系 我们还要讨论一国的内涵 这一国 我在我的立场来讲 绝对不能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所独享 长江黄河也是我的 孔子梦也是我的 五千年华也是我的 大陆的财产也是我的 这个中国 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中国 对不对 但是管理权的方面 我们现在各自管理 各自管理好以后 我们怎么样创造一个 从现在的敌 然后到核 再走到核 最后自然而然 走向和平统一 这样的逻辑思考 我认为是比较有理性 那当然了 两岸的关系 绝对不仅仅只是 两岸之间能够解决的 这牵涉到很多背后的 欧美国家的势力 那其中最重要 当然就是美国 然后我们知道 到现在的川普 他不但是在美国跟墨西哥 要组一个有形的高墙 实际上他现在正在全球 组起一个所谓的反中的高墙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 反中的高墙的一个氛围之下 我们也看到蔡英文 借力使力也好 或者是顺势而起也好 那当然川普这个人 你说他很顽固 他也非常顽固 我们就看到他为了 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围墙 要57亿美金的经费 拿不到 他宁可让这个美国的联邦政府 关门关到现在快一个月 都不开 但是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川普脸上写的就是一个利益 两个大大的字给你看的 他是一个非常明白 就告诉你利益 而这个利益实际上 也不是只是川普一个人的问题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 非常典型的利益制上 本位主义 讲白一点 是一个自私的一种 非常典型的美国人 那但是呢 毕竟两岸关系 不能摆脱美国的影响 那么在现在川普 这样子的氛围 马上年底就要这个选举 那么您如果担任总统的话 您要如何在这样子的氛围 能够让美国方面 相信说您跟这个两岸之间 能够进行统合 对美国的利益 是不会有所伤害的 您要如何说服美国 让美国来支持您 我觉得您刚才讲得非常好 现在包括民进党 甚至包括国民党 他们在面对美国的时候 包括马英九先生 用了亲美友日合中 把美国当成亲 最亲的 同样道理从1949年以后 台湾它整个安全都靠美国 所以美国其实在台湾的 政治影响力是非常的大的 换句话说 每个要选总统的 可能要到美国去走一趟 去美国的智库去接受 所谓的考试 所以我可以预测到说 未来的选举的时候 其实美国绝对不会放弃这一块 而且美国会希望 不管你国民党跟民进党的 都必须符合我美国的战略利益 我想这是一个第一个前提 那第二个呢 对我一个长时间关心两岸关系 跟国际关系来讲 你也知道我在台大 也是交国际关系的 我自己也做过 十几年的外交工作人员 我也在这一方面 应该不是一个特别的陌生 那但是美国的利益 是不是完整的 等同于台湾的利益 我认为不尽然 但是不尽然 但是基本上 美国可不可以跟他沟通 当然是要沟通的 比如像前几年 那个普瑞泽 普瑞泽他到台湾来访问的时候 他特别来找我 跟我进行了一个长谈 后期后来他在他的那一本 所谓我忘了书 代表的不确定的海峡吧 那本书里面还把我写的 两岸核定协议的草案 他把它当成这个附件 摆在他书的背后 他还是在那里一段 他那个花了大概五到六个配 来跟我谈的这个过程 他后来下了一个结论 就说他说他很疑惑 为什么像张亚中教授 这么一个完美 他就是一个完美 这么一个好的 一个两岸核定的方案 但是在台湾呢 却得不到很多人的关注 就他用这样的话来讲 就换句话说 假如说我不敢说 我跟美国的所有人 都完全是一样 但是我相信 假如美国的有势之势 他能够理解到说 我的主张 其实最能够为两岸创造和平的 当然如果说你的美国 他都反对两岸和平的话呢 那我当然就没怎么好说了 可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 美国的老百姓 跟美国的智库 他不会去反对美国台湾 两岸走向和平的 只是现在呢 国民党他提不出 一个新的方法出来 美国呢认为说 你既然提出新的方法出来 而这个方法也符合 我美国的利益 美国的利益什么 就是两岸呢 分而不离 你最好分开 但是你不可以搞台独 但是第二个呢 你可以互动 但是不可以合在一起 而不合 对吧 你不可以合在一起 那这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但是对不起 对我一个参选来讲 我会尽量地说服美国 把我完整的东西 让你了解 但是我不会 对不起 做你的马前途 因为我考虑的东西 是台湾的利益 跟两岸的利益 所以我也要呼吁 在这边 透过你呢 呼吁美国的官方 请你们真正的 不要把台湾 绑在你的战策的前面 台湾2300人 不是为了你美国的 战略利益而服务的 你做一个 你也是所谓的 基督徒的一个子民 你们应该考虑了 人间这个人爱的 人间的这个大爱的这个概念 不可以让台湾老百姓 像中东问题一样 像非洲 像阿富汗问题一样 我是认为说 假如我今天 能够当选中华美国总统 或者我在参选过程中的时候 我坦率跟你讲 我不会顺着美国的所有东西 完全依附它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道理 我觉得任何这样的道理 如果你认为有道理的事情 我完全接受 但是你没有道理的事情 不因为说我要选举 我就完全配合你 但是我也不会放弃 跟你去沟通 也就是说假如有一天 我也到美国去巡回访问 我告诉你 我当然会接受 但是我到你的美国之后 我会讲 包括今天我在电视上 讲了同样的东西 我会告诉你说 你美国你有国家利益 但是我海湾也有我的利益所在 请你能够相互的尊重 如果你不愿意尊重 只愿意打我这张牌 那我说对不起 我虽然比你小 但是我还有自尊心 我还有自己的考量 我不可能百分之百 跟着你屁股后面走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这也是这几十年来 台湾的包括民党 国民党 当他们一看到美国的时候 就变成软脚虾了 当他们还看到美国的时候 手足无措了 包括我先不愿意讲 国民党参选 还有哪些是这个样子 我想媒体中你都看得到 包括维基解密的时候 我们这些要参选 是如何向美国的卑躬屈膝 我张亚东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 我基本上是一个中国人 我当在台湾 我是一个台湾人 但是在过程中 我也是一个世界人 我思考问题的时候 一切最符合和平 区域和平 两岸和平 台湾的未来 两岸的未来 中华民众未来 这是我所有思考问题的 最核心而最最优先的 你美国能够接受 我很高兴 你如果美国不能接受 对不起 我要做我自己该有的坚持 那当然对美国的态度 是很重要的 不过毕竟选举最终 还是由台湾老百姓的选票来决定 那我现在就是说 我们长期的观察 台湾的整个社会氛围 基本上是巨统的 那这个巨统的氛围 其实其来有致 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如此 不过因为民进党 他用了很多技巧性的方法 将这个巨统的氛围 跟他反中的这种意识形态 来做一个连结 以至于造成了 今天在台湾 很多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个误解 或者是说心结 那在这一部分 您认为应该要怎么样子 化解两岸之间老百姓心结 我今天不是讲的政治人物 因为政治人物 他有他的政治利益 有他的政治立场 但是最重要的是说 两岸的老百姓之间 要怎么样子化解 这个长期以来的这种心结 我相信您谈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问题 台湾的确现在巨统跟反中 在民进党的操作之下 它已经越来越成型 你也知道我在生活学校当中总校长 我最近又写了很多的 包括孙中山的 最近又出了一本书 我自己在重渡孙中山的时候 我忽然间理解 为什么孙中山在谈到民主主题的时候 恢复民族的自信心是这么重要 一个人如果没有自信心的时候 其实什么事情都不要谈 民族要民族自信心 同样道理台湾 现在面对未来的时候 它是没有自信心的 为什么 就好比当时我们在两岗自信的时候 我们还想到是三民主要 统一中国 因为我们认为是要把我们好的东西 要带过去 可是你看后来到了后期以后 包括像农民台 他就说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就说你大陆跑了以后 你再来跟我讲 就半句话说 其实他已经开始保持距离 包括国民党 你看采取所谓的个表 然后在民进党的操作之下 现在台湾讲统一 就等你被统一 讲统一就等你被统一 所以一谈的统这个字 就是文统设变 然后民进党再把统再加上中国 在我来看 我面对的中国大陆 既有中国共产党 但是也有13亿的老百姓 以及海外的华侨 所以我的看法 我认为在这一方面 台湾老百姓应该有一个自信心 就说你要有自信心 假如你真正 你真的自信心在于说 你要跟大陆互动的时候 如果你认为你的制度是好 你就不要害怕跟别互动 基本上像我刚刚讲 我当然不是说现在马上就跟大陆谈 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统一了 我们谈如何统一 我们谈怎么来谈这个过程中 而谈的过程中之后 台湾你有足够的力量 台湾在这一方面 我必须要承认 台湾在这个内部的 这个所谓的对中华文化 对一些所谓的社会的开放 我们还有很多的优势 就是说不要去害怕跟他谈 所以我会觉得说 如何换起台湾的自信心 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你注意看 包括像蔡英文 一谈到92公司 92公司等于一国两制 就开始要逃了 那国民党一开始谈到92公司 开始闪躲 这是B的 你一个逃一个B 一个要斗 一个要拖 斗的心态跟拖的心态 是不是解决问题 逃的心态跟B的心态 两个加态就是逃B 它也不可以增加你的自信心 所以我的看法是说 我们在这一方面 我们给人家自信心 一定要提出一个方法 就是你告诉别人说 假如有机会 我来面对大陆的时候 我会有什么样的态度 面对它 我会不卑不亢 但是我也会站在 大陆老百姓他们想要什么 我也会告诉台湾 大陆老百姓 台湾老百姓想什么东西 我想你13年老百姓是血量 大多数老百姓 都不希望看到两岸之间 发生战争的 大多数台湾老百姓 都希望两岸能够和平发展 慢慢慢慢水到渠身 不过张教授 我在这里要打岔一下 这里头有一个根本问题 就是说 在民进党的反中的操作之下 实际上有越来越多人 不认同他是中国人 那这可以说在认同上头 就已经造成了 两岸人民之间 在交往时的最大的一个障碍 你也知道我身为学校 现在这边 我做了很多的工作 包括这几年来 我编教科书 包括我最近又出了一套 中华文化的基本的读物 我身为学校在各地方面 讲中华文化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做法 但是一个最长远的做法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 才来出来参选 我如果能够出来参选 我如果能够选上 我对不起 我就会有一个政府的力量 来把它导致过来 是不是比我一个学者的力量 来得更方便一点 今天问题是 民进党 它是要把台湾人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这边带 那国民党呢 包括马政府执政在八年以来 马英九执政在八年以来 在温英户教科书这个事情上 他都没办法做到波乱反正 马英九在这八年之内 他都不敢公开的讲一声说 我是中国人 他都没有讲过这个话 他八年之内讲的就是不同不独 我请问你一下 如果是今天民意党是有心的 要脱离中国 而国民党在这边呢 又欲以怀修 推脱啦 我请问一下台湾老百姓 怎么可能不分开吗 你要知道赞成台独的 或者我不是中国人是在马英九这八年以内 升得最高的 是 反而是蔡英文执政在两年以后 我是中国人的比率 稍微增高了一点了 世事统一的也增高了一点了 所以换句话说 今天造成这个现象 您刚刚讲的现象 是民意党加上国民党说共同造成的 当然北京也有责任 所以我的看法说 我如果今天选上总统 我要做的事情是 我用我国家的力量 我往这一方面 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一方面推 我会换紧台湾老百姓在面对两岸关系 那个智序心 不要怕 然后我也会告诉大陆说 你的做法方面 应该做一些调整 用一个更有技巧 更柔和的方式 更温暖的方式 那台湾老百姓愿意跟你来谈 两岸和这些 未来走向和平统一这个问题 所以我是希望说 我的参选 我认为在这个时间的节点上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而正如同你知道 我是有准备的 我今天不是说选总统以后 找一些幕僚 老大写一些白纸黑的文章 你大概从来没有看过 然后报纸发了 所以说为什么台湾老百姓 不在乎政见 因为那个政见也不是你写的 那个都是为了选举需要的 可是今天像我 我是参选以前 我的政见都准备好 为什么参选可以准备好 因为我这20年 我都在准备这个政见 我今天不知道选举的时候 临时一个晚上写出来 不需要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换起台湾老百姓 面对两岸和平发展 面对两岸关系的自信心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是 那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您在这个参选的 宣布参选的记者会上 有六大主张 就是所谓的和平 开放 共治 均富 跟美德 我特别注意到美德 这两个字 因为实际上在台湾的政治人物 已经很多年来 没有人在讲美德 那包括这个过去所谓的礼仪廉词 甚至于温良公减让成为一种负面的名词 也就是说这个美德 政治人物已经不再讲了 那另外一方面来讲 台湾最近就这几天发生了 不断地发生的所谓的虐童 家暴 这个分尸 等等的这些社会案件 层出不穷 那过去我们常常有一句口号说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但现在看起来 这个美德好像在台湾 是越来越沦上了 所以您说说看 您为什么要提出将美德 特别强调美德这两个字 您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就是我常常讲说 一个政策就跟那个树的树叶一样 那那个树叶有好的树叶 一定有好的这个所谓的树干 这个树干 就是我刚刚讲的 和平开放均富共治 那这个树干底下 一定要有好的树根 树根这个东西 就是你刚刚问到问题的所在 如果这个社会 都不鼓励所谓的良善 如果这个社会 都不重视理义廉耻 如果台湾的社会 像陈水北这种贪污犯 还可以到外面啪啪噪 到处走来走去 还可以发表证件 而不需要回到监牢去 我告诉你台湾是没有机会的 所以我的看法说 最重要的树的根是什么 第一个根是你的身份认同 假如我今天都不承认我的中华文化 我不承认台湾是中国人 我告诉你在讲什么样的两岸政策 都没有机会 对不对 第二个 假如你现在的社会 都不重视利益廉耻 都不讲道德 都不讲美德 都不讲文化 我告诉你在高谈什么的开放 什么军妇 那都是骗人的 所以今天的一个身份的问题 一个道德的问题 它是所有社会最重要的根 每个人的根 社会的根 文化的根 国家的根 所以基本上我作为一个总统参选人 我当然要顾意说 美德美德美德的重要性 包括这一方面 我请我助理拿那个 最近出的几本书给你看一下 高谓 那个中华文化几本读本 我编了本国史的几本读本 我编了所有的思想几本读本 我还编了一本台湾史的读本 228的读本 我这三个月 我写了50万字 编了50万字 日以继续在写 人家参选都是怎么样 要写一本自传 我为什么要自传 我的人生很频繁 跟大家都一样 但是我希望透过参选 然后更多人去认识 中华文化 这个孙中原思想 我给你个例 有这个地方给你看一下 像我最近完成的几本书 中华文化的几本读本 这是人语 中华文化几本读语 这是孟子 孟子 孟子 这个是孟子 像这些东西 都是我身为学校未来的读物 我也会做过这个选举的方式 让大家了解说 中华文化跟本国史 本国史这礼拜就用好 我最近还写了一本 你看台湾史基本读本 我跟蔡静元一起合作的 台湾人当然了解台湾史 可是现在呢 所有民进党可以造谣 就是他给了老百姓 一个错误的台湾史 一个假的台湾史 所以我特别写了一本 大概17万字台湾史 让台湾人了解说 什么是真正的台湾史 我还写了一本 孙文思想的基本读本 大家了解到孙中山的 民有名字民想 孙中山三民局并没有漏 所以完全这一本书是 将来台湾中华民国 你要做一个立国的技术 你必须要去了解 还有很多的东西 我们还有很多 你看我还写了这个 本国史 还有很多的东西了 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我在做 主张美德的过程中 我都已经做好工作了 我今天不是跟你空口说白话 做任何事情 假如有一天 我当了中华民国总统 我决定要使中华文化 文化道德 还有一些宗教的 这个所谓的情怀 我们都要透过教育 去告诉台湾老百姓 只有这个更好了以后 台湾的社会才会健康 是 我看到张教授 您这么多的著作 我心里头 其实有蛮多的感慨 这个实际上 当然这个美德是非常重要 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今天在台湾的政治人物 他只要喊出了爱台湾 他就可以掩盖过一切 所以我可以 可以非常的体会到 就是说张教授 您走的这个 进参选的这条路 是走的一个 非常艰苦的一条路 那我想现在呢 当然我们回到选举本身 选举 当然治国参选 它是有理念 但是选举毕竟 还是现实的柴米油盐 那最大的 您这次出来最大的参选 最多人讨论的就是说 您就是2016年 这个洪秀柱的 主张的操刀人 而你将面对的国民党的初选 目前看起来呼声最高的 就是当年换柱的朱立伦 所以当你在国民党初选的时候 遇见了朱立伦的时候 您要怎么 您会不会觉得说 这个朱立伦会感到尴尬 因为我们看到朱立伦他因为换柱这件事情 甚至于在不久前还遭到吴敦义的嘲笑 那可见得换柱这件事情 确实是朱立伦很大的一个包袱 那么您如何跟朱立伦同台来辩论 您跟他有什么分别 您如何来面对他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把朱立伦当成是我的一个 竞选的一个对手 他在行政上是一个 因为我在挑战的是这30年来 国民党走错了什么方向 你刚刚谈到 我的竞选的主族叫做重新启动 因为已经当机了 朱立伦只是众多当机中的一个小霸口而已 我说你实在吧 所以你也认为他当机了 没有就是整个你看看国民党 我们今天说 今天2016年国民党败选以后 请问一下国民党的制度有没有做调整 请问一下国民党的理念有没有做调整 或者严格来讲 国民党从蒋经国以后 从李登辉开始 请问一下国民党的理念至今安在 国民党为什么让大家觉得 是一个老旧的一个国民党 为什么国民党在1990年代 只有靠党产去选举 今天不靠党产就选不上 为什么在去年的地方选举中 没有一个新北市 台中市 高雄市的市长候选 都不愿意跟国民党的党中央靠得太近 都不愿意跟国民党的老太阳走在一起 所以对我来讲 你换柱只是你们那一种 所谓的不按照制度做事情 可以为所欲为 认为有权力就可以做所有事情 早就被老百姓所唾弃 所以你刚刚讲朱立伦 我没有什么好跟他比 我要比的就说 我要让老百姓知道说 你的中国国民党需不需要改变 中华民国需不需要重新启动 如果这个声音让老百姓听得到 我就赢 我常常讲一句 佛法上讲的一句话说 千年暗示了 一灯即明了 就是国民党 他现在已经是30多年来 他已经走入闭入高荒了 但是也许只要一切药 一个观念一个改变 他就可以马上就起来 这就是佛教来讲的转念的过程 我们一转念 豁然开朗 那你今天说我要选举 我常常讲选举这个过程中 当然需要各方面大家帮忙 可是在我这个过程中 我现在来做的事情就很简单 我希望透过参选 我不断地帮我的理念提出来 我告诉你台湾的问题在哪里 大家选择是自己 这30多年来难道都是政治人物的责任吗 难道台湾老百姓没有责任吗 今天我们都是共业集团的一个 如果今天选举都是 吴敦一可能会选上 朱立伦可能会选上 吴敦一力量比较大 朱立伦比较力量大 我就投他一票 各位选民 大家就没什么好讲 如果你今天都选择西瓜高大边 那你就等着被淘汰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我要给台湾老百姓 刚刚讲的美德的概念 同样道理 我们今天要教育小孩的时候 你不能说哪个人有办法 你往哪靠拢 把你自己先做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我今天很完整的提出 台湾要走的方向 两岸碰到一些困难 县政制度怎么走 经济制度怎么走 财政问题要怎么改 我完全告诉你说 我选上我就这样做 剩下老百姓 如果你还认为说 哎呀我就是迷恋 那个吴敦一啊 朱立伦啊 王金平啊 他们才怎么样 他们在30年来 有把国民党带得更好吗 今天国民党轮到这个地步 他们没有责任吗 如果今天大家不能够想中这一点 还在搞这种 谁有可能我就支持他 那对不起 那我也没什么好讲 这就是大家共同的数目 是 那您会不会认为说 韩国瑜 去年韩国瑜的现象 就是您口中所谓的转念的开始 对我觉得 韩国瑜现象 其实你就看得出来 人民已经厌恶了所有的国民党 对 人家需要一个新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国民党讲的东西 我不太喜欢了嘛 就好不说我们四年前 台湾最大的党 叫做讨厌国民党 今天 2018年地方选举以后 台湾最大的党 叫做讨厌民进党 再过几年下去 台湾最大的党 就讨厌台湾所有的政党 为什么 因为台湾老百姓 我的看法说 你不要以为这是台湾的民主成熟 说你看看高雄执政了这么久 做得不好 人民还是给你推翻 我认为这不叫民主成熟 韩国瑜现象 你也不要把它看成是台湾民主 多么的高尚 这是台湾社会 整个处于一种慌乱的阶段 这个慌乱的阶段以后 反正抓到一个民心 就投给他 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 就好像现在全世界 包括美国的川普 特朗普 包括菲律 杜特地 包括很多东西 那种所谓的都生起 为什么 整个人心是浮躁 整个人心是慌乱 大家考虑问题 不考虑很久 所以你刚刚讲 我提出了五个价值 包括和平 开放 均富 共治 还有美德 这个东西 你不能把这个树的树根站稳 树干站稳 你那个树枝 随时都可以变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您刚刚讲朱立伦 我从来没有把朱立伦 当成是我要打倒的对象 或竞争的对象 我的竞争的对象 是现在已经是宫廷化的 这个国民党 我要打倒的是 国民党是很相当的文化 我要打倒的是 台湾这一种是非不明 价值不分 思想混乱的 这么一个处境 我希望我的参选是带给 就像我刚刚讲 千年暗示 一登其名 你像一个 走进一个已经一千年的暗示里面 其实只要一颗小小的蜡烛 一登一点亮 它就整个就后来开牢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大家选举真的要想清楚 不是选人的问题 你要选择哪一条的道路 哪一种价值信仰 是最符合我们自己 最符合人类跟两岸关系 跟台湾要走的方向 这才是我们要提考的问题 我了解张教授您是这个理念之争 不过选举毕竟是采米油盐的事情 它需要强大的组织 需要金钱 需要知名度 虽然去年韩国瑜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模式 它在没有人没有钱 没有组织的情况之下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头窜起 不过在传统的这种总统的选举里头 我相信你也会认同说组织金钱 知名度这些东西都是不可或缺的 同时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总统选举 这位候选人必须要是一位母鸡 因为还有很多立法委员的选举 我看到目前为止 在您身边支持您的 包括邱毅或者是蔡振元 都不是现任的委员或者是有限职的 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您要如何争取这些现任的立委 以及地方的组织能够站起来支持你 还是说您认为说这些都像 您刚才讲朱立伦一样 你不把它当作一个问题存在 而是纯粹的一个理念之在 我觉得当然你的理念一定要落实才有可能 只是理念之在 要当个学者就可以了 所以我当然会成竞各种的方法来落实它 但我想先跟大家谈一个概念 在佛法上来讲的话 一件事情要成功 它一定是因缘俱主 它才能够成功 那我现在来讲 正如你刚刚讲的 我当然是第一个毫无钱 第二个没有像朱立伦有打击器 没有像这个 没有像吴敦有打击器 没有像朱立伦有新北市 作为他的地盘 没有像王继平 他在立法院这个盘根错节 这么多的人脉 这他们的具体会有优势 但是我也想现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去创造任何可能成功的因缘 就是我能够创造因缘 我就是创造因缘 但是我个人的能力也是非常有限 我坦率来讲 我这个社会是很世俗的 但是你可以看 你刚刚举到邱逸 蔡正元 我想他们在正常中打滚 也不是一两天的 包括现在所谓的三大天王 有太多人去想找邱逸 蔡正元 帮他们当打手 帮他们当助选员 可是他们都说No 拒绝了 他们愿意跟我站在一起 就表示像国民党的最大的两个战将 我们号称是最大的战将 他们在了解了国民党的生态以后 他们竟然会选择支持我一个 大家看起来是毫无几乎胜算 不是特别高的 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们就说 我就认为说亚洲 他能够给我们台湾来带来更好 他根本也不在乎别人怎么想 所以我的看法就说 我现在的确我也不会去 KTNG 就是我要选举到处募款 一切有缘 大家走在一起 我现在用着就像你给我这个机会 我来接受访问 我相信德不顾必有灵 我必须相信人对基本的东西 假如你是对的 你就走下去 我觉得我现在的经济 其实还是蛮快乐的 就像唐山这样 出了长安城以后 一路往西走 至于走到哪边 他能不能够到拉兰陀 能不能够求到金 其实我觉得在他的出门 长安城那一刹那 他没有想这么多 可是当他越走的时候 他发现得到越多了 包括你看经过高昌国 高昌国的国王 还送他很多东西 不怕走一笔之力 同样道理 我希望说 我就像一盏点一盏灯一样 我今天用一种 我等待大家 或者我相信 大家都是那个 所谓的天龙八部里面的 千冰神像 大家来帮我 所以我也希望各位朋友 不要等到说 张老师我能够帮你什么 你每个在美国的朋友 你就是个独立女啊 你就把我的文章 或者打电话给你台湾的朋友说 应该支持张亚中 应该这样子做 这个不要花起毛钱 我也没有钱去办一个大型的造势活动 然后找一段很绚烂的东西 我就是一个一届书身 但是我有准备好所有的东西 我这二十多年来 都是我的点点滴地 我相信大家看过 这一二十年走过的道路 看过我写的文章 看过我再一路走来 你刚刚提到洪秀柱 还包括一些导贬 包括陈旅安的选举 我这一路走来 我相信我的所有东西都是 可尽用公平检验 这个时候 那王津平他有他的长处 朱立人也有他的长处 吴敬毅有他的长处 那我们就来看看台湾的社会 到底能够怎么做 也就是说您抱着 唐僧西方取经的精神 随缘一路 随着因缘一路的走下去 那当然除了国民党内 假设 我们现在当然有两个假设 假设您在国民党出现 你都胜出的话 另外一个必须面对的人 就非常呼声很高 就是柯文哲 那柯文哲呢 就我们的观察 他做台北市长的这几年来 除了一个两岸一家亲之外 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治国 国家级的治国理念 但是他却是在目前民调里头 所有可能参选人里头 最高的一位 包括前几天所出来的 这个阵言所的这个民调 柯文哲的支持率高于朱立伦 加上蔡英文两个人的这个民调支持率 那您如何来面对 就是说像柯文哲这样子的一个人 因为我也发现您提到了一个诉求 就是两岸兄弟一家亲 那您的两岸兄弟一家亲 跟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有什么差别 第一个您刚刚谈的柯文哲现象 我相信美国的朋友 大家都还蛮清楚的 其实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台湾整个社会 这几年来我刚刚讲 为什么重新启动中华民国 因为中华民国这个机器已经当机了 就坏句话说 大家已经很讨厌政党 对不对 四年前讨厌你国民党 四年以后讨厌民进党 所以坏句话说 只要你不是属于这个政党 我看着你们两个政党就讨厌 所以柯文哲当时在这种情况下 以一个五党籍 虽然他号称叫白色力量 但是他是建立在人民对未来的失望之上 所以你要知道柯文哲的出现 不是说我给台湾带来什么样一个方向 而是柯文哲的出现是代表说 我们对现有的东西那种反感 那种不喜欢 柯文哲呢 你刚刚讲的非常好 他的确没有什么自国的理念 他也没什么自国的理念 他尤其反而有点无理头 可是一般的年轻人觉得说 那很好啊 你看那些国民党人讲的话 跟民党讲的话 表面上讲的官免堂皇 好像人模人样的 干了什么事情 也没把台湾带得更好 所以那种反差的那种的投射 另外一个 我想柯文哲的现象 也是反映出台湾 包括全世界的现象 就是人家讲的平庸式的问题 就是说大家讨论问题 已经不太管别的事情 反正我就刚刚看笑话 看戏来讲 那就变成说台湾的乱 以前是乱中有序 后来变成乱中有序 就后面是思维 柯文哲的现象 就是这种乱中有序 反正台湾是会乱的 我也没去想明天的事情 反正今天看得高兴就好 就把这个新闻 大选新闻 当作是这个泡沫剧来看 联系剧来看 所以他就得到 联系人很多的一个支持 但是你问他说 台湾怎么走 他讲不出来 所以这也是整个台湾社会 台湾政治一种平庸化 优俗化 低俗化 整个社会 我刚刚讲那种慌乱化的一个现象 非常重要一个典型 那我今天出来 说实在 我也许不会像韩国一样 我什么都不在这都讲 我也不会像柯文哲 就是五里头一样 我呢 就是规规矩矩的做事 我做一个参选 我就像一个 也许大家认为说 好像有一点 好像太正极 那我就把我自国理念告诉你 那我前程序主我告诉你 大家要不要选择我 就看大家了吧 那国民党要斗我 一定还会斗我 那斗就让你斗嘛 那看我自己有多大能量 能够走下去吗 这个时候 光靠我一个力量 光靠钱也是不够 不够的 就是大家社会上 能不能够了解说 这是台湾一个 关键的一个选择 我们台湾要不要 往前再走 还是我们就原力的打共 尽量的混下去 这看大家的共业 我想你也知道 是共业 如果台湾继续共业下去 我也没什么好意见 好假 因为成功是各种 应用要具足的 但是我今天像一个石头 丢到一个水里面说 今天开始有波浪了 大家看着怎么走 我今天给你的方向 看我们怎么走 第二个你加上柯文哲 柯文哲讲这个两岸一家亲 柯文哲也没有完整的两岸论述 两岸一家亲 这是一个最通俗 北京来讲 谈事务性的问题 两岸一家亲就够了 可是要谈两岸政治问题 对不起 两岸一家亲是不够的 对不对 这很清楚嘛 政治问题 你要谈到 一中的内谈的问题 事务性的问题 一中各表 维持现状 你爱怎么讲怎么讲 只要你中间有一个一中就可以 你只要讲到两岸一家就可以 事务性都可以 可是问题是我们两岸要突破我们的僵局 我们必须要谈政治 我不可能不谈政治 那谈政治基本上就把它讲清楚 两岸一家亲 可能是500年前一家 表兄表妹也是一家 可是姓氏不一样的 对不对 堂兄堂弟也是一家 亲兄弟也是一家亲 所以我觉得两岸一家亲 它是一个非常粗躁笼统的讲法 它是为了两岸事务性的交流 而创造出来一个名词 但是两岸如果真正要解决 两岸一家亲是不够的 那为什么我提出兄弟一家亲 兄弟一家亲这个概念 你讲得很清楚 我们是亲兄弟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不是表兄表弟的关系 我们也不是500年前一家的概念 我们就是活生生的 我们两个是兄弟关系 那我们就把我们两个兄弟关系 把它用法律用政治性 把它定位下来 兄弟是什么 兄弟是一家人 所以说我们两岸是不可以分别的 兄弟是各管各的 两岸是分制的 兄弟不是父子关系 对不对 兄弟是相加平等的 那兄弟可不可能 弟弟权力比较大 有可能 那弟弟权力大 要照顾一下哥哥 那哥哥也要照顾一下弟弟 有外人来对抗我们兄弟 兄弟要共同抵抗 兄弟要共同维护一家的利益 所以兄弟一家亲 他在某种概念上 又比一家亲 他更进一步 非常严谨的谈到了定位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这都只是一个表述的方式 但是比较严谨的 当然用学术 必须用严谨的学术定义 包括你的主权 包括你的视权 包括在国际上的地位 包括面对这个国际 比如说你的国际参与的问题的时候 你都必须有完整的谈起 那这一方面 我跟您报告 我当然都准备好了 所以我很乐意说 我听到习总书记说 大家来共同来谈 两岸的问题 我很高兴 有机会的话 我们社会学校 也可以跟北京方面 我们进行互动 我们来讨论 两岸合并发展 合并发展期的时候 两岸合并统一前的时候 基本上 你的一国两制东西 我们大家来讨论一下 那这样的讨论 是不是更能够 离去我们共同的智慧 这才是我们真正 要解决问题的方法所在 而不只是创造一个口号 讲一讲你高兴我高兴 这就是最坏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 处理任何事情 我们除了有情怀以外 我们还有知识 知识是解决问题 让我们免于愚昧 最好的方法 那这一方面 我是准备好的 我愿意我的知识 包括我的情怀 我跟大陆老百姓 跟海外的华人 我们共同来探讨 我们一起努力 为中华民族伟大父亲这边 贡献我们一点 卑微的这个力量 这是我的情怀 是 我相信您的两岸兄弟一家亲 跟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 最大不同 柯文哲以前讲过 两岸就像夫妻 床头草床尾和 所以说柯文哲两岸一家亲 比较像夫妻的关系 或者甚至于是 老公跟小三的关系 因此他是姻亲 但是您的兄弟一家亲 基本上是血亲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那最后呢 我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刚刚假设说您在国民党里头 胜出以后您会面对的 相当成功可能面对的就是蔡英文跟柯文哲 这样子的候选人 假设您最终在国民党的初选 没有办法胜出的话 您会不会接受其他党 比如说像新党或者是清明党 这两天他也提出他的很多的这个主张 如果说他在这个很多主张上是认同您的主张的话 您有没有可能接受其他 比如说像新党或者是清明党的征召 代表他们出来参选到底 我想的话就说当时问题很多人在问 当时我每次开玩笑的回答就说 请不要这样讲我嘛对不对 我还没有选输了 所以我们刚才假设两种情况 先假设您胜出了 代表中国国民党参选 就是说我所采取的策略 这是我的人格特质的 就是说我不是讨厌国民党 要讨厌民党我就出来新搞一个政党 那我所采取的策略是说 我希望台湾基本上国民党能够变好 民党我也希望能够变好 因为我觉得关键其实不在于说是党的问题 而在于更大的问题 台湾老百姓我的看法还没有觉醒 还没有觉醒 所以我觉得要让台湾老百姓的觉醒 其实这是我参选将来能够获胜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国民党如果能够觉醒 我相信他们会支持我 台湾老百姓会觉醒 我相信他们会支持我 假如国民党都不觉醒 我认为国民党当然不会支持我 国民党还在停留在那种 降纲文化 公平文化 权力的之后 谁配谁家在一起 谁配谁 大家听到都烦死 那你的国民党是没救 我今天参不参选 对你来讲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同样道理如果今天每个政党 直接想着就说 我用张亚中我跟新党在一起 我跟谁在一起 他就说这也没什么用 所以我的看法这段时间 我很抱歉我跟你讲说 我一再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怎么样的方式 能够唤起台湾老百姓的崛起 这是我的所有中心的核心中的核心 我今天要参加国民党的初选 就是我要国民党觉醒 我要透过国民党初选 让国民党觉醒 就表示我没有放弃 随风三创造的中国国民党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 一直这样子走下去的话 我看来我很失望 我很失望完了以后 我一定会思考说 我怎么样的方式 我能够达到觉醒 更重要的目标 我是跟别的在一起 或者我继续留在国民党内 或者怎么样的方式 我觉得容我来讲 我现在我一再做这种 反复的自我的这个辩证 反复自我的这个辩证 我觉得另外一个方法是说 我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让我唤起台湾老百姓 可以让我的主张 能够得到两岸13亿人 加两岸他们更多人的认可 这是我所念之在之的 因为我常常人说 林卫这个东西 我相信你跟我一样 或者很多人一样 其实我们讲 大卫这个东西是不予自取 天下的树 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而来的 所以我刚讲因缘要拒绝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我固然今天是选择参选 但是大家了解说 我参选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所以在要这个目的 一直在持续下去 我会保留到各种可能性 去思考我们怎么样 去达到我们的目的 这才是我们要 我不是为了选总统 当选总统才是我唯一的目标 而是问题要当选总统的过程 让台湾老百姓能够启蒙 让台湾老百姓能够改变 让两岸关系能够变得更好 这才是我的目标 所以换句话说 总统不是我唯一的 百分之百的一个选举的 一个标的 只是这件事情选总统 是有助于我来弘扬 我的一个理念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不是一个简单的 今天我们在这边 就用yes和noge思考的问题 我将来不管做任何决定 我一定是顺着这个思路 来做这个决定 这才是我想要给你真相 只要能够推动您的理念 您都愿意去尝试就对了 好 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台湾大学政治教授 同时也是孙文学校的总校长张亚中 张教授接受我们采访 张亚中在1月7号已经宣布要参选 2020的中华民国总统 我们看到了很少有候选人 在还没开始竞选 就已经准备了这么多的政见 而且这么的充分的准备 我希望在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所有观众们 不管您知不支持张亚中教授的观点 至少去看一下他的政见 因为在台湾长期以来 不断的选举当中 已经沦为了一种 大家不管政见 只顾口号 只顾表面的华丽 只顾表面的这种浮夸的倾向 而完全不顾政见 而在今天全世界的关系 这么样子紧张 同时两岸关系 这么受人瞩目的情况之下 我希望台湾的民众 能够真正的去找到 有内容 有营养的政见 大家来看一看 不管你支持 或者是不支持 那今天非常谢谢张教授 您接受我们采访 希望未来有机会 谢谢那个YouTube的朋友 还有美国的朋友 有机会吧 跟大家在美国再相见 那当然站在一个这个受访者 我也希望美国的朋友 多多的支持 因为这条的道路 只需要你们共同的帮忙 我才能够顺利的走得下去 谢谢大家 也欢迎您随时到我们休斯顿来 好 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